这一期我们来说两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一个是两季南北朝时期几十个政权的更替问题 另一个是这段时间的民族来源问题 两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我们用十几分钟的时间 当然会讲的比较简单一点 主要是想让你对这段时间有一个能够抓得住的脉络 之后再去慢慢的深入 需要声明的是为了便于理解 后面的有些说法可能不那么严谨 搞学术研究的就请提前绕行吧 首先来说一下民主问题 先将时间回溯到秦朝时期 这是一张秦朝时期的地图 可以看到此时活动在北方草原的主要是匈奴和东湖 但都还没有建立其统一的政权 属于分散的部落或者是部落联盟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张西汉时期的全盛时期的地图 这个时候北方草原上主要是匈奴和鲜卑 那么东湖去哪了呢 鲜卑又是从哪来的呢 答案就是匈奴比较强大 把东湖打趴下了 逐渐的东迁 东迁的过程中分成了几只 有一只迁徙到了鲜卑山附近 就逐渐的变成了鲜卑人 还有一只迁徙到了乌环山附近 就演变成了乌环人 这个时候的匈奴是非常的强大的 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 就差点死于匈奴之手 经过了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 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态度 从和亲防御 逐渐准变成了主动出击 也就有了倾史留民的大将军 卫亲和获取病 也有了风狼居须的丰功危机 等到了东汉时期 匈奴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之下 逐渐的衰落 并且是因为内部矛盾 分裂成了南北两部 南匈奴依附了东汉 并且在公元89年的时候 南匈奴联合东汉 以及其他的湖族 对北匈奴发出了致命一击 于是就拥有了大将军斗县的 燕然乐石 从此以后 北匈奴逐渐的西嵌到了中西亚地区 之后就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南匈奴继续依附于东汉 大概活动于今天的山西地区 但北方这么大而肥美的草原 肯定是不能这么空着 所以匈奴走后 他又迎来了新的主人 鲜卑 那么问题来了 就算是北方草原是突然间空出来的 当时有那么多鲜卑人 一下子把草原填满吗 当然是没有 四面八方的草原民族 肯定是都想染水这块地方 只是鲜卑人比较强大 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已 其他民族 要么是在鲜卑人统治力达不到的地方 为所发育 要么就是成了鲜卑人的奴隶 为鲜卑人干活或者是征战 再之后 鲜卑人建立起了统一中国北方的北魏 入主中原了 草原地带就又变得空虚了 其他的民族得到了喘息和发展的机会 开始纷纷的称霸北方草原 比如之后的柔然 突厥 契丹 金 蒙古等等 各有各的不同 但是总体上的治乱兴衰 都是相似的过程 而反观中原政权 似乎从汉朝之后开始 主体民族就再也没有变过 都是汉族 变得只是皇帝的姓 也就是朝代或者是国家 所以显得就没有那么乱那么复杂 至于为什么 这是一个怎么说的会招人喷的话题 所以我就不发表意见了 简单来总结一下以上的内容 就是两点 草原民族的名称是不断演化的 今天的东湖 明天就成了鲜卑 草原民族的政权是在不断的更替的 今天猥琐发育 明天天下无敌 关于民族问题 我们就简单的说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张图 来说一下 从公元265年的西晋建立 到公元598年的隋朝统一南北 在这300多年的时间里 几十个政权是如何的轮番登场的 请注意这里面我们用的词是政权 并不涉及到正统性或者是合法性 为什么在西晋刚刚建国没多久 就发生了如此剧烈的动荡呢 外部原因之一是当时的气温降低 北方草原的生存环境变得极其的恶劣 草原人民纷纷南下 内部原因之一呢 是西晋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 将地位传给了傻儿子司马忠 并且给他娶了一个又丑又能作的媳妇 叫贾南风 引发了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进一步的削弱了西晋的国力 匈奴 劫 底 枪 鲜卑等少数民族抓住了这个机会 开始逐鹿中原 这就是所谓的五胡乱华 在这个期间产生了十几个甚至是几十个政权 但是有个问题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这些政权的首领的民族 只代表这个政权的民族组成的一部分 甚至都未必是主体的部分 毕竟当时的中国北方还是以汉人居多 政权虽然多 但是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乱 比如说叫燕的有五个 叫梁的有五个 叫秦的有四个 他们之间都是有一定的传承关系的 为了对他们进行区分 一般用前和后 如果是前后不够用的话 那么再加上东南西北的方位进行区分 由于西晋的衰落 第一阶段产生的政权有四个 成汉 钱梁 钱兆和戴 钱兆政权的名字比较多 一开始是叫汉 这段时期的历史 千万不要去从名字上 想当然的以为他是汉族 因为少数民族的汉话是比较普遍的 基本上都给自己取了一个汉人的名字 刘渊是刘邦和匈奴蝉鱼和亲的后代 所以把刘姓也继承了过来 甚至一开始连国号都继承了过来 并且尊奉蜀汉的后主刘善 可以看出这就是打着光复汉式的旗号来的 汉起兵于今天的山西地区 目标是逐鹿中原 而陈汉和钱梁不太一样 他们更像是地方性的割据政权 陈汉割据的是西南的四川地区 钱梁割据的是西北的河西走廊地区 他们都没有太多的逐温中原的野心 地盘也相对比较稳定 戴是鲜卑人拓跋式建立的政权 大概在今天的内蒙古的中部 可能是由于战略的考虑 这个政权是效忠于西进的 对汉形成了两方夹击之势 公元317年汉先后攻陷了西进的洛阳和长安 西进灭亡 皇族子弟司马瑞在南京建立了新的政权 史称东晋 公元318年 刘元的侄子刘耀夺取了汉政权 可能他觉得兴富汉式这一赶大旗 并没有吸引来太多的汉人的支持 同时还得罪了一起打天下的匈奴人 于是将国号改成了赵 前后连起来也叫做汉赵 就在刘耀改国号的这一年 与刘耀一起打天下的一名大将 杰族人石乐脱离了赵 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 因为石乐是在湘国 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邢台地区建国 他也把国号取为了赵 那么为了区分这两个政权 刘耀的赵就被称为了前赵 石乐的赵就称为后赵 因为石乐超级能打 结果就是后来者居上 在公元329年后赵灭了前赵 接下来是公元337年 从东北的方向又入场了一位选手 我们知道在战国时期 这个地方是燕国的地盘 所以这个政权也叫燕 为了和后面的各种燕政权区分 这个燕叫前燕 建立者是先卑的另一只贵族慕容氏 慕容氏的首领叫慕容晃 天龙八部中慕容父念念不忘的 复兴大燕国的根源就在这里了 但是两者其实已经相差了好几百年了 那么后燕的建立 可以说是让后赵进一步的成为了四战之地 当时存在的所有的其他政权 钱梁 戴 成汉 东晋和钱燕都与他接壤 346年的11月到347年的3月 东晋镇守荆州的将领桓温自作主张 率领一万精兵逆长江而上 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消灭了成汉政权 让后赵终于是少了一个邻居 但是在公元350年 后赵王室争权论战中 皇帝石虎的养孙汉人冉敏在夜城 也就是大概今天的河南安阳的附近 自立为帝 国号为魏 史称冉魏 第二年的351年 先后归附前赵后赵的抵竹势力 也趁机独立 在首领福建的带领下 在长安建立政权 国号为秦 史称前秦 至此后赵又一分为三 就是后赵冉魏和前秦 还是这一年 燃敏又灭了后赵 和前秦共同瓜分了他的土地 然而一时风光无两的燃敏 却只是风光一时 一年后的公元352年 蹲在一旁的前烟 坐收渔翁之力 灭了燃敏和他的染味 此时的天下稍微的有点乱 我们需要迎来一位 非常能打的人来一统天下 这就是在公元357年 前秦的第三位国君登基 他叫福坚 开始了如同当年的秦始皇 横扫六国的灭国之战 370年灭前燕 376年灭前梁和戴 至此北方基本平定 如果是在这里面放慢脚步 巩固政权 或许之后的历史 就不会继续乱下去了 但历史没有如果 福坚派吕光征伐西域 与此同时 福坚又召集群臣 提出了要亲率一百万大军 想要一举歼灭东晋 这个提议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 但是得到了鲜卑人慕容锤 和羌人姚长的极力支持 我们可以先猜猜看 他俩为什么会支持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383年 前秦与东晋爆发的历史上著名的 肥水之战 结果就是东晋的名将谢玄 名垂青史 而前秦政权分崩离析 以前归顺前秦统治的各个民族 和势力纷纷趁机独立 公元384年 前燕的开国皇帝慕容晃的儿子 慕容锤 在中山定都复国 史称后燕 与此同时慕容晃的孙子慕容红也渡国 史称西燕 还是这一年 腔助人姚长在魏北建立了政权 史称后秦 所以你知道慕容锤和姚长 为什么支持福建灭尽了吧 而前秦的分裂之路还没有完 公元385年 在前秦的地盘上 又冒出来了一个叫秦的政权 是由一个叫起富国人的人建立的 都城在兰州 所以也称之为西秦 还是这一年征华西域的吕光凯旋而归 凯旋的队伍中还带回了西域高僧 旧摩罗什 然而却传来了翡水之战后 前秦四分五裂的消息 于是吕光率大军夺取了梁州原地待命 也就是今天的五威 由于消息的闭塞 第二年的公元386年 才传来了福建被杀的消息 所以吕光从这一年开始正式的割据一方 史称后梁 还是公元386年 鲜杯拓跋式的子孙 托拔龟也趁机光复代国 不久后迁都到圣乐 并改国号为魏 魏了和曹操的曹魏相区分 托拔龟的魏始称是北魏 到了公元394年 仅剩的一小块前秦的土地 也被西秦所灭亡 也是这一年 两个慕容室的政权 后烟完成了对西烟的吞并 那么此时存在的政权 还有五个都是从前秦分裂出来的 分别是北魏 后梁 西秦 后秦 和后烟 到这里的话 这段历史虽然国家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明朗的 接下来这一段就非常的混乱了 估计看几遍都没有几个人能够记得住 所以我们就稍微的说的简单一点 主要是看图吧 首先是后梁被分出去了三块 南梁 北梁 和西梁 使后梁成为了四战之地 后梁想想算了 我干脆还是投降后秦好了 就算是为自己保留了最后的颜面吧 这之前后秦已经吞遍了西秦 但是九年后西秦又复国了 复国之后没多久把南梁给灭了 北梁灭了西梁 最后被北魏给灭了 西秦呢 最终是被赫连伯伯所建立的大厦所灭 而刚刚灭了西秦的大厦 又被土玉魂所灭 土玉魂当时是北魏的蜀国 途中并没有画出来 所以就当是北魏灭的大厦吧 那么烟这一块呢 会稍微简单一点 后烟在北魏的冲击下 国土一分为二 分裂出来了一个南烟 然后后烟内部发生了政变 就变成了北烟 之后呢 北烟被北魏所灭 南烟被东晋所灭 简单理解呢 就是北魏灭烟 剩下一块被东晋吃了 东晋灭完了南烟之后 又把后秦给灭了 灭南烟和后秦都是一个人干的 他叫刘裕 一位非常牛逼的将领 那么既然这么牛逼 为啥要给别人打工呢 所以公元420年 刘裕终结了东晋 建立起了自己的刘宋政权 等到了公元439年 天下终于是再次变得明朗了起来 北方就只有了北魏 南方只有六宋 形成了南北对峙 历史上管这一时期叫南北朝 而在这之前比较混乱的这一段 其实也有一个名字叫五胡十六国 但其实这个名字并不是特别的准确 胡不仅仅是只有五个 国也不仅仅是只有十六个 因为这个称呼是来自于北魏人 所写的十六国春秋这本书 所以这十六国甚至还不包括北魏 以及之前的代国 不过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 毕竟大家都是这么叫的 五胡十六国还是比较顺口的 南朝前后总共经历了四代 宋齐良臣 基本都是军阀政变夺权 而北朝的北魏 在经过了魏孝文帝的一系列 憨化改革之后 尤其是迁都洛阳 引发了北魏的内部矛盾 最终引发了六镇起义 这个时候的格局 有点类似于东汉末年 先是出来一个类似于董卓的人 平定了叛乱 但是这个人更加的暴虐 甚至是将太后皇帝和大臣 打包两千多人沉入了黄河 最终出来了两个类似于曹操的军阀 分别拥立自己的皇帝 邪天子以令诸侯 导致北魏一分为二 也就是东魏和西魏 又过了没多久 这两个军阀纷纷取代了两个傀儡皇帝 西魏也就变成了北周 而东魏变成了北齐 因为周在西边齐在东边 所以对应关系还是比较好辨别的 中国政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般西边的比东边的能打 北边的比南边的能打 所以最终是北周灭了北齐 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结果到了北周末年 新继位的皇帝比较年幼 被权臣杨金串了拳 北周又变成了隋 公元589年隋军南下渡过长江 灭了隔江游畅后庭花的南臣 分裂了300多年的中国大帝 终于是再一次的完成了统一 其实总的来说也还好 没有特别的乱至少没有比春秋战国更乱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在后面 再从皇帝的世系传承角度 重新的梳理一下周段历史 相信你会对周段历史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